相比于独处 临川族人 更喜欢像现在这种聚在一起 你们永赵的夜晚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永赵虽有夜市 但若是遇上相近的人 百姓得关门庇护 不得随意走动 你 想不想去试试 不用了 不用了 我 我看星星就好 永赵和临川虽然相隔世里面 风俗习惯截然不同 但至少是同一片天空 都是一样的星星 嗯 临川倒是还有一处 永赵没有的 特别的星星 什么样的星星 走 我带你去 嗯 你不介意的话 就先把眼睛弄住 好 我都忘了 我看不见了 我都忘了 我看不见了 我给你领路 小心 谢谢 到了 神叔在夜里会发光 那些是夜营 夜营 嗯 是营火虫吗 完全是 那是依托神叔树心而生的遗嘱 我还没见到你 守着我 我还没有遗嘴 你总好 我还没有遗嘴 对不起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好好睡省一觉 我昨夜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阿远 许是你背景离香还未习惯领穿 这些日子似乎总是无法安然入睡 思来想去才带你去看了夜莹 夜莹粉末有安睡之相 我已背下一弦 愿你夜里不再静茂 若吸入过多会有昏睡假死之状 须尽快入睡 切记 愿中心种下一棵石榴树 我出门这段时日 要烦你代为照料 愿我归来再见时 石榴花开 竟能一过 希望我归来时 一切问题都已由人而见 赢翘 城标 雪衍 雪衔 井翘 你可知 少主为何突然出门了 是不是 与我们公主生了什么嫌隙 花游姑娘您别担心 少主和少夫人好着呢 南部水患 少主和巫卿出门治水去了 那就好 少主可有说她何时回来 估摸着得两个月吧 贺怜夕不在 倒是正好给了我机会 这世间没良心的人都多的是 大殿下怎么会信 数会有新这种鬼话 本王这个父亲 一辈子没给过我什么东西 倒是让我找到了这本册子 他与凌川川主相交甚度 这本册子上 记录了凌川有个护族神术 若是凌川少主死于非 神术就会枯竭 那拥有上古之力的射心 并会显现于世 若是本王得到了那颗树心 别说是东陆各族 整个天下都是本王的 永赵是你的 我就是永赵的王后 天下是你的 那我是什么人 那你就是权元夏最尊贵的人 所以我要你跟他一起去领川 上了核鲜心 说什么大好 好 那你忙吧 我不打扰了 盈翘 花鹅找你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问了下 少主为何出门了 盈翘 你以后还是和花鹅保持距离 不要与他多亲近 等花鹅回永赵来 我会好好照顾少主人您的 好 谢谢你 少主 何时种的这棵石榴树 昨夜少夫人您睡下后 少主一个人来种的 还特地交代我 不能打扰少夫人您休息 少夫人 您先给我洗漱吧 少主还给您准备了庞的 少主说少夫人您喜欢花 嘱咐我日日给您更换 说让您见着了花就能舒心 哪有日日更换 这花一日又哭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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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